我有幾件事想講講,關於港鐵機制,三水分流,海外律師打國安法,維港填海 各位,我一次過講了這麼多話,大家可以嗎?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天我和我的團隊都是根皮力倦 因為同一時間,他又出港鐵的新的票價機制方案 然後三水分流搞了,我都忘了幾年了,又一次過又出爐 接著,賦予特首權去批海外律師來香港打國安法,現在又拿來立法會 當然,維港填海基本上又是另一個州例 我初步理解,維港填海,我們都覺得可以接受 只不過,其中我們的假設,原本是法庭把關的,將來就變成行會把關 即是我們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即是說法庭把關 有人覺得政府是違反那個法例的原意,可以司法覆核 那個權就去了行會那裏,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一會和政府開會,你澄清這件事 那麼多那麼多東西,在同一時間出來,其實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就不是一件好事 那麼當然對他們來說,就快刀斬亂麻,快快手搞定就好些 不過我們就做得很辛苦,那就跟大家講講 好了,今天就講回我們現在講的主菜了 就是這個港鐵加價,他跟我談了幾次了,都給了意見 其實基本上,他是一個包裝完美的禮盒,裡面只有幾顆糖 就是社會關注的東西,他基本上都回應了 除了我們實政延長,想他移動那條方程式 就是由通脹和運輸業加人工,再減點六那裏 撇掉這個運輸業加人工,因為太多市民跟我講了 你自己請那麼多人,你又不善用科技 用AI,你就減少一些人,那你請那麼多人 那麼加人工,你就入了我的數 對我來說,我的生活費用 和通脹,掛勾,我接受的 和你怎樣去請多些人,機械化 或者智能化,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麼誰知道你又要將運輸業的那些人工的升幅 我跟大家講講,過去這麼多年 運輸業人工的升幅,那個數字 是永遠高過通脹 整體來說,是高過通脹一個百分點 如果你覺得過去通脹是大致上2%呢 他其實是多了50%的,就是通脹 他就靠這個因素去拉高了那個總和 那就是告訴大家 他回應了我們的訴求 就是說,和利用掛勾 跟著他就說,和利用掛勾 就是減點7,減點8 其實這個就真的是染眼法了 對我來說,全香港的市民和我的看法一樣 你現在比開點6的嘛 你不是沒有的嘛 那你比開點6的,你點7,點8 就是額外和利用掛勾的 減多點1和點2 好了,這裡來的問題了 賺多過100億,他就封頂減點2 賺200億,500億,1000億,都是減點2 那麼,平均舉加幅,就是2點幾個percent 點2是濕碎到的 我都免得跟他爭論,我都不會記得 那麼,何來和利用掛勾呢? 第二,搞笑的地方就是 他的所謂利用是賣樓 賣樓有時高有時低 有幾年是沒什麼的 其實過去10年賣樓賺錢少過50億那些 似乎一半時間是這樣 那就是不用減了 應該是跟所有的盈利都掛勾的嘛 你商場的收益呢? 你那個車站,那些商店的租金呢? 廣告,廣告牌呢? 你如果不是營運鐵路,你的站有人去買東西嗎? 你的廣告牌,有人跟你下廣告嗎? 現在,乘客都沒有 商場就更加是 現在很多人搭港鐵跨區去另外的地方去買東西 那些都是他的商場收益 他全部不計算 我們實際上原則認為 他海外的收入都應該要計算 因為如果不是他有香港這麼豐富的經驗 全世界會得找港鐵去建鐵路去營運? 都不會啦 是吧? 那麼他有很多的額外收益 是跟他現在營運的條路有關的 他全部不計算 利用掛勾制,買買物業 這個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好了 接著講一下佛錢那裡 他現在就說加碼 每半個小時 不同的時間 他會加多些 上限就2500萬到4000萬 好了 大家要想想 佛公司的錢 又不是罰管理層的錢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香港市民 其實就是 香港政府代表香港市民 拿著港鐵的七成多股份 所以你罰舉錢 就是罰我們納稅人 收少了這麼多錢 其實就是這麼多 大家想想 我們實際上原則要求他 是跟管理層的花紅掛鉤 為什麼我們這樣說呢? 他現在很多言誤 是因為他的軟件 經常用到盡 那些車 又去到壽命 差不多過了 他就靠維修 中期維修 又捱多十年百年 是這些地方出事而已 對不對? 如果你說大型 和管理層 高層 那些花紅掛鉤的 哪裡有人在內部高層會議 很多要求 快點換系統 投資多些 在那些維修科技裏 做好一點 減少延遇 不會的 看不到有因 對不對? 那些完全沒有看 只是說 由二千萬 上限去到四千 那我覺得最矛盾 最矛盾 我覺得最不合理的 就是他以前 那筆錢罰了之後 回饋回乘客 每個人都有份 他現在 只是回饋周末的乘客 而最受影響 是周日打工仔 一個人遲了兩個小時 上班 因為鐵路的問題 他晚上要多做兩個小時 才回到家 那些時間 就浪費了 竟然 他回饋回饋周末那個 剛才我說 那個打工仔 可能周末 他都不搭鐵路 他可能自己開車 或者打巴士 那這個 是完全八思不得其解 我就覺得他遲到都會改 因為這件事 社會上是罵得最多 那唯一一件事 我是賺一下他 就是他那三點幾個percent 那個累積的加幅 他現在肯 一次過撤掉1.2個percent 那你知道的 1.2個percent 是有一個累積的效果 十年啊 二十年啊 那他撤掉這個1.2 我覺得他是 真的 有心想 還給我們的 要不然他可以站硬 因為舊規矩就舊規矩 至於說局長說 那個所謂點1點2 和利用掛鉤那個 有人好像我這樣覺得少 他又說 你不要看少啊 對港鐵來說 這些是什麼 生生世世 一路累積的 那我即時的回應就是 如果我是住在屯門 天天要坐車過海上班的 你現在 不肯減多些給我 那條數 我又是生生世世 又要多給那麼多錢 所以看你怎麼看的 對不對 一向大家都知道 加價減價 有累積的效果 所以這裏 基本上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怎麼看 港鐵這次加價 三稅分流 我們上次政府說 就是繁忙時間 就是60 30 30 西稅就減到60 紅稅 東稅 就加到30 我們實證言說 當時就說 你無法建造分流作用 是無法建造的 你要建造分流作用 就應該是去到 50 75 35 即是把30元的差距 縮窄到15元 我們覺得能夠建造 這次他聽到我們的聲音 去到年底 他就會變成60 40 40 這個20元的差距 我們都覺得 會起到分流作用 但是 問題是 對紅稅 東稅的人 一加加一倍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也都是不公平 因為如果是60 40 40 他整體是140 其實 收多了錢 政府肯定不需要這筆錢 是不是 為什麼要移動總和的數目 一向大家都說 做這件事是為了分流 從來沒有說 要壓抑那些人 不讓他們開車 是吧 你想那些人不開車 很簡單 你的公路更暢順 你在屯門轉車站 巴士 你建了一些停車場 那你就把車都搭乘巴士過海 是吧 你現在東鐵這麼暢順 很多人都不開車 坐鐵路 你令到市民不開車 上班 最好的方法 就是提升你公共交通的效益 還有票價 不要一美加 好像新巴成巴一樣 兩年之內回來加25隻 是不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只會逼些人開車 是吧 所以那個才是重要的 但是他動了一條大數 所以我們實政元卓就覺得 從分流來說 644就比633好 但是對洪瑞東瑞 就很不公平 最好還是回去 這個50 35 35 那問題就是 看舉 去到最後 會不會得 在那裡 就是想一想 大家消化完